8月台股大预测 一则已喜 一则已忧 记得订阅DV频道 我们节目正式开始 全国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最前线 我是David 刚刚跟大家聊到台北股市 一则已喜一则已忧 我们来聊聊 8月份的行情会怎么看 今天是7月的最后交易日 8月怎么看 请跟你分享 关键的位置是在于 David前天星期三 送给你那七个字 来先看一下我的字卡 我一一分享给各位听 799吃到饱 容易涨停的我都要 有兴趣朋友们更好 David昨天讲过我们加买一档 中低价的波段型豪股 这股本超过500亿的股票 来全国好朋友们 David昨天加买给各位那一档是股本超过500亿的股票 我说过它比较不容易涨停 不过今天盘中也差一点点拉拉涨停 现在台北股市跌了快100点 它还有涨了快7个percent 为什么这股票这么强 David说这是个波段型的股票 来所有已经跟上799的朋友们 昨天加买给各位那一档 它厉害的地方就在于 第一个它是台北股市电子股的一个写照 这一档股票强喔 代表那个电子产业会非常非常的强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公司 我刚讲嘛 股本超过500亿超过很多喔 这一档股票David加买给各位的是 一档0050台湾50的成分股喔 所以是一个很大型的股票 这个涨幅怎么会这么惊人喔 这背后一定有原因 就像David跟你讲 我说它其实那个毛利率的增长 很惊人 来好朋友们先跟大家聊一下这一档股票 因为昨天很多人在问 为什么要给大家这一档股票 我们如果单纯 看股名看股本 你一定觉得这股票还好而已 可是你昨天来跟上 David昨天给这一档 怎么今天这么强 盘中涨9% 为什么 毛利 毛利很重要 当一家公司从毛利率十几个% 在前几个季度 到最近一个季度毛利率来了26% 甚至到今年的3Q 4Q 第三第四季 毛利很可能突破30% 这不是眼下之意 这个产业在走个大多头吗 你的毛利才会越越增 积极增吗 那毛利率好很重要 为什么 这代表你现在公司营收不变的状况下 你赚钱的能力变强 那是个效率的问题 我做100块的生意 我从赚10块 叫毛利10% 到赚30块 我营收没有变 但我获利能力增加3倍 那你有本事赚那么多钱 你就更有资源做投资 这也代表着这一家公司的走强 很多台北股市的电子股也很强 所以还不晓得是哪里的老朋友们 欢迎你跟上799石头宝 好紧接着 赶快跟他聊聊 8月台股怎么看 去看我们资产 来好朋友们 799石头宝 欢迎你一起来 容易涨停的 我都要 还记不记得前天台北股市 重挫 全国好朋友们 全国会的朋友们 对时对价 7月28日盘中 11点多 台北股市还跌300点 我第一句话是 感谢所有会员 你愿意跟David去捡便宜 你看嘛 礼拜三捡完 礼拜四 昨天六支股票 七支股票涨停了吧 一起捡便宜 我们用涨停满写日记 但最重要的是 就如同 7月28日 就如同 6月7日的那七个字 心满意足的买点 这七个字 有没有觉得很熟悉 好 想看台北股市 8月怎么看 就从那七个字开始 那七个字 David上次什么时候送你的 6月7号 来全国观众朋友们 看一下我的电脑 6月7日 在这里 这一根 我家华叔指的这一根 就是6月7日 当天台北股市盘中跌了 372点 就在6月7日当天 David说 送给大家七个字 心满意足的买点 我不是只要你打来来送 我是直接在节目上秀的 6月7日 今天是心满意足的好买点 在6月7日 好 你回过头来一看 6月份的波段最低点 整个6月的最低点 就是这一天 6月7号 所以你订阅这个频道 你当天 在台北股市跌300多天的6月7号 你就已经知道 David跟你讲 那是心满意足的买点 波段起涨了 好那这一次呢 前天星期三 台北股市跌了376点 我一样送你那七个字 心满意足的买点 那接下来的8月 今天7月30了吗 7月要过完 那8月怎么看 来 观众朋友们 看我电脑 记一下这个画面 你把6月7日 接下来的大概两个礼拜 到三个礼拜的交易日 这一段 我现在画滑鼠这样指的这一段 从6月7日之后的两三个礼拜 震荡过去再震荡再过去 好台北股市的8月 就差不多涨这样 涨上去震荡洗盘 再上去再洗再上 台北股市的8月 未来的这一段 就会像6月7号后面的 这两三个礼拜 的行情一样 很像 大家可以慢慢看 那为什么会这样 我说一折以洗一折以右 洗的是 它的走势确实如我们所料 是一个整理洗盘之后 慢慢会创新高的格局 但优的是什么 这种格局 很容易洗掉 投资朋友们您手中的筹码 你一个不小心 哎呦涨上去 哎呀没卖又掉回来 卖了追不回来 我讲慢一点 哎呦股票好强涨上去 哎呀卖了回来 你一定要赶减哦 如果卖了你没减了 那股票就回不来了 这一件事在未来 包括一些传产族群 最近跌比较凶的族群 航运钢铁 或者有一些 确实在今年下半年 非常棒的容易涨停的这些电子股 它会有破断行情 会有破断行情 所以八月份台股 你要用这个角度去看 比如说 昨天涨停今天压回来 那下礼拜呢 等它真的都不压回的时候 你也没有机会上策了 可以理解吗 就像我们昨天聊 昨天会有朋友们 艾普涨停 艾普今天怎么没涨 昨天金豪科差点涨停 怎么今天金豪科杀回去了 昨天航运股一大堆涨停 怎么今天全部丢回去 这是DV刚刚跟你讲的 来观众朋友再看一下 我的电脑 如果您印象还不错的话 6月7号那一天 杀完之后 拉尾盘 哦不错 6月7号还在这里 有没有 这个都在洗盘了吗 加权指数涨洗 个股也一样 上去说再洗 最后才喷出 台北股市的8月 也会有这种现象 7月28日 滑鼠这边 盘中跌376点 隔天大红棒 David讲对了 全部涨停 那怎么今天全部杀回来 再洗洗 又会再上去 这个行情 8月份 就是这样看 给所有好朋友们 作为参考 避免真的 行情来了 邀请你一起用张杰帆 写日记的当下 你错过行情就可惜了 因为股票就是这样啊 就像我昨天跟大家讲 我说我送 不是送 我加码 加码给所有参加799的朋友 我没有要送 我是加码给的 我说我毕竟有些特殊朋友 不是见得说一定要买 短线赚掌停 有些波段好股票 大家也喜欢啊 这就是一个四五十块的股票 对不对 在所有跟上朋友们 我讲哪一档你应该知道 股本要超过五百亿以上 他唯一的确认就是 不容易涨停而已 但他涨不停 是不是如果说了 今天盘中最多涨9%没锁住 他也没碰到涨停 现在涨6% 这股票的涨 也印证了 跟他相关的个股 因为他做上游 他下面那几档股票 也会很飙 这也是过去这两三个教育日 包括今天 David和所有新朋友 锁定的标的 给各位做参考 好 那今天的节目呢 我们在7月的最后个教育日 跟大家分享8月的行情 行情很好 你不要看得太严重 即便加全指数 今天又跌白点 好像很恐怖 不要一直看指数 你看看什么样的股票 正在发动 了解他背后的逻辑 原来这股票涨 后面还有一大堆的股票 会跟着动 理解这个逻辑 你的操作会变得非常简单 你的涨停板 会很轻松 手到擒来 用涨停板写日记 就是这样来的 那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节目最后呢 看一下我的字卡 再次恭喜周浩朋友们 我们买到了个 非常棒的买点 本周三 那有兴趣的朋友们 我们一起用799吃到宝 容易涨停的 我都要再加码一档 股本比较大 但涨不停的好标的 那今天节目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边 咱们下回见 本公司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效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提供参考 投资人独立判断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华冠投顾104年 金管投顾新资地009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